母亲节即将到来,已经想好要送妈妈什么礼物了吗? 新北市金发局就推出了新北严选 有多间经过网友与专家评选出的特色餐饮店家 与甜点烘焙方,可以供选择 民众按图所记,不用怕彩雷 母亲节即将到来,想要带妈妈上馆子或送上蛋糕 但又怕彩雷 新北市金发局在2022年推出新北严选品牌 经过万人票选专家评比,不再怕彩雷 根据餐厅吃饭的都可以从中间找到蛮多好的选择 新北严选店家各有拿手点心 而母亲节最具代表性的甜点就是象征甜蜜团聚的蛋糕 因此有厂商是制作了母亲节玫瑰蛋糕 三口幸福,那三口幸福它其实蛮在意要结合在地的农特产 去发展它的产品 这次参菜品像它是以新北在地的金宣包种茶来设计 那针对母亲节它也推出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商品 用玫瑰花口味的饼皮再去佐它的覆盆子 去做出玫瑰花造型的限定商品 那也是这次可以送给妈妈的一个比较特别的蛋糕 除了甜点类,新北严选还有各区评选出来的特色餐饮店家 可以带着妈妈试试不同口味 那这次在中和区里面有一个蛮值得一提的是硬食堂 她老板娘原本是在医院里面做看护 但是后来因为对食材跟食物料理喜欢 所以她决定自己出来开店 那她的开店创业料理其实最有名的就是她的八冬牛肉 那这八冬牛肉它是用14款以上的中药去熬制出来的 那这熬制过程很久 所以它的牛肉其实很入味 也非常有那个印尼的特色料理 那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配菜也都非常的道地 是台湾比较吃不到的 例如像臭豆、菠萝蜜或者是天贝 这样子我们一般不会食用的料理 所以其实是蛮适合长鲜的一个地方 民众可上新北市经发局 下载新北严选电子手册 挑选适合的餐厅或礼品 及早为母亲节做准备 在最后吃完 的人提供 我们盛顶 我们创业